第五月 第五月 最后一刻 第六月 慢下来 就一个手 就右手 这里开始 脚不起来了 这里脚都不起来了 第六月的脚都不起来了 就一直踩到底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那有的问题要讲一讲 这个节奏 有时候会对不准 很有点乱 我们要注意这个节奏 我们要看看这个节奏 会不会 就是左手 比如说右手三个头 比如说右手三拍 第一拍 左手是两个音 第二拍 左手也是两个音 第三拍 左手是一个音 搞得懂吗 那么它要拖 左手要拖三拍的 它一个小时有 一个小时是没有的 一个小时它是不弹的 那么这个角呢 两小时就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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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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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就讲到这里了 也没什么不理解的 速度先慢点 不要这么快 先慢点 不需要这么快 因为讲课呢 我不要抓紧时间了 所以比较快乐 也150人了 右手大家要注意 一个八度守卫 很好的正好趁这个机会 练你八度守卫是什么弹琴的 有了八度守卫 什么调度可以转 左手 他也 怎么跟右手的节奏对阵 不要把节奏搞乱 不要搞乱 左手 这个是没有节奏的 这个没有节奏的 这个浪的一大多多 这没有节奏的 好不好 那就讲到这里好了 有没有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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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节奏的